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做空信号 而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 就在昨天 你看我就有发了 就比特币上涨到了 我提到的这个0.618的位置 但是15分钟图插了一下 并没有就是做空的强势信号 所以先不做空 多留一几根这根蜡烛 那后来的这个比特币呢 还是一样的 就是没有出现做空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也有告诉我的会员 就是一定要去注意 不是说到了这个位置 一定要去做空的 而是你看有没有做空的信号 到最后呢 这个比特币依然还是没有做空的信号 就是非常强势的往上去涨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继续的等待下一个的操作机会 好 首先我们来看比特币的天图 今天的日期是9月29号的3点30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比特币 是再一次的挑战这个阻力位 好 那这个趋势线呢 是我昨天的影片呢 有告诉大家需要去留意的 现在呢 是再一次的去挑战 而且今天的这个收盘 是还没有突破 收在上方的 大家要注意哦 接下来是周末了 周末的量能哦 大家就要去留意 因为量呢 会比较少 所以有可能他会在这个位置去盘哦 盘了突破 那你就要去注意 这个突破的量是否足够 如果不足够呢 有可能他在这个位置呢 会出现一个假突破 那你就可以找一个做空的机会了 四小时图呢 我会跟大家详细的说 目前比特币的周图和天图 都还是在这个盘整区域内 是还没有出方向 但我们可以看到天图 就是他没有创出这个新地 接下来是否要突破 继续的往上去涨了呢 那目前是还没有出现 这样的一个 非常看涨的一个强势信号的 而且他现在呢 也还未突破 之前的这个前高哦 那我们去看四小时 切换到四小时图 大家可以更详细的 看得到这一个支撑阻力位置 而我之前呢 有提到我正在等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哦 就是让他来挑战 这个阻力区域 而之前呢是不到呢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回调 那回调了之后 再次出现这样的一个吞没 就是一个一小时的一个划门 那我有提到了 昨天我拍片的时候呢 是在这个位置 我就提到 这个位置真的是不好去进行 多空的一个操作 最好呢 就是等他到这个阻力 或是说下跌到这个支撑的去找机会 那昨天呢 他确实就是上涨到了这一个位置 而刚才呢 我有给大家看了 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 马上提醒说 在这个位置 并没有出现 很好的一个做空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千万不要做空啊 那我们等到今天 我们看到 他在这个位置依然在盘 但这一个位置呢 也是不好去操作的 因为他是在 中间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现在要等的是什么 你看他现在 正在上涨中 还是非常的强势 对吧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去留意的 就是这个之前前高的一个位置 那最好呢 就是来一下 然后这里 这个区域 因为之前我正在等的 就是上涨到了这个位置嘛 那并没有 那会不会 就是这一次 你看他没有创出更低的新低了 会不会再一次的 拿到更多流动性 就是往上 到这个区域 之后呢 再出现这样的一个做空的机会 所以接下来比特币 我会留意的 就是我之前所提到 正在等的这个区域啊 就是这里 这个位置了 那这个区域是在27666到28022的一个位置 也是之前你看 这样的一个位置 好 所以呢 我现在等他再一次的去上涨 去挑战这个位置 因为他有可能突破了前高之后 在上方这个位置 有很多人突破去接多嘛 那接多了之后 会不会在这个位置才出现一个做空的机会呢 那如果说真的非常强势上涨 接下来怎么办 那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如果说他真的非常强势去上涨的话 其实呢我们都还可以等另外一个机会 就是说等他出现了一些上涨后的回调哦 再去接 因为现在的这个天图是也还没有收盘在这个上方 还没有就是突破这个趋势线的 所以大家可以再给他一些时间了 如果接下来的比特币真的非常强势上涨的话呢 其实回调呢总会有接多的机会 而目前来看呢 上方这个阻力是非常接近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谨慎多去留意这一个位置 你可以使用我的链接去注册账号 有很高的充值福利 还有就是新用户 只要你KYC充值100U啊 就送你一个30U了 30U你可以提现出来 或是你可以作为交易的 而Bitcoin呢 不管你是旧用户新用户 只要你记得KYC 现在啊 就送你20美金的体验金 还有就是盲盒5到30美金 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Telegram我的团队来问 就在明天9月30号星期六 3点到5点 马来西亚的线下免费课 大家要记得来哦 第二跟第三堂课呢 都有破百人出席啊 那接下来第四堂课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学习 毕竟是免费的 也可以带朋友来学习哦 明天教的是如何提高交易胜率 还有就是盈亏比的重要性 因为盈亏比呢 才是让你可以在币圈里面 合约交易或是现货交易呢 继续的走得更长远 好我们来看以太币的四小时图 在之前的影片呢 都没有拍到以太的这个粉丝 因为整体走势非常的弱 而且都在盘整 但最近呢 我就发现了这个以太 开始走得比较强势 那我就有在昨天哦 就是在我的这个VIP群 因为VIP呢 我就看到以太有很好的一个操作机会 就是他是率先 就是突破这个趋势线的 然后也突破了这个前高的一个位置哦 是非常的强势 那我昨天看到这个比特币上涨空间呢 还有很多 而以太呢是非常强势 那这个盈亏比呢 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哦 就是在这里突破这个位置去接多 然后止损在下方 然后看涨到目前 就是我正在等待的这一个主力位啊 那这个主力位呢 是之前参考的一个主力位 然后现在打开了 是Nikki带你飞的VIP群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在昨天的时候就写到以太币美美智营三哦 因为智营三呢 我是放在了0.618的位置 而智营四呢 是在这个主力位 目前是还没到 但是接近了 就说明天继续下一个操作 然后看下水行会不会金氏哦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智营三哦 那我现在非常期待 可以等他到一个智营四1690啊 然后之后呢 再来看有没有回调 再去加仓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我会选择做多以太 而不是比特币啊 因为我之前一直分析比特币蛮主要 就是其实我又看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 好 你看就是以太对比比特币啊 来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这个周图哦 因为也是好一段时间呢 就是没有跟大家去分析这个以太了 你可以看他的一个周图 其实是有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降邪性哦 那下降邪性如果说突破了 那接下来呢 将会继续的往上去涨了 如果真的突破 那以太将会非常的强势 所以大家可以多留意 好 然后这个天图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去看的 以太币对比比特币吧 对不对 如果说他是下跌的话呢 那就代表了这个比特币比以太更强势 那现在上涨哦你看 上涨呢代表了以太呢会更强势 所以当他回到去上方的时候啊 哎我就在昨天我就去留意了 他非常的强势 你看昨天他就回到去上方了 那就说接下来就会有这一个一波的一个上涨 所以我就把握住了这个以太的一个操作 回到以太的4小时 刚才我就有提到了以太真的非常强势 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 就是去做空以太的 你可以看到你看 他今天的上涨呢也是比较强势 昨天也是很强势 所以你一定要去知道哪一个币是比较适合去做空 哪一个币呢比较适合去做多 那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多去留意 这一个阻力的位置 你可以多去留意 因为他现在已经突破了0.618嘛 非常的强势 你看挑战了就是几次 所以我的指引3在这个位置 指引4呢在这里 那我接下来会怎么样去进行下一个操作 那我就会等他出现一个回调 如果说他在这里受阻 还是上方的这个阻力位置受阻 那我才会说在这一个位置呢去找机会 就是他受阻之后呢 我就去看他的这个回调 会回调到什么位置 如果说他有出现一个回调呢 我会去找下一个操作机会 而目前的以太文说了 他真的非常强势 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做空的 好那我都分析到这里了 在影片的资讯栏下方 或是点击这个社群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使用我的白笔链接去注册账号 那你可以就是免费进入群主 是以交易量呢作为这个交换的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 记得联系我的管理员 就是我的团队的这个客服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影片呢 看得到Telegram 这是我们唯一的Telegram账号 任何问题呢可以去发问 如果说你要进入群主呢 也在影片的资讯栏下方呢有这个资讯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帮我的影片点赞咯 感恩你们的点赞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